大家好,我是Jovanna 你现在收听的是西街镜头 因为有你,我才在这里 小时候的我一点都不喜欢芭比娃娃 芭比娃娃最近推出了真人版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电影是拍给儿童看的吗? 这集来聊聊即将上映的 真人版芭比和雷恩格斯林 小丑女马格罗比演真人芭比 体态上近乎完美合成 深天制片与女主角的马格罗比说 如果你讨厌芭比,你该看这部电影 如果你喜欢芭比,更可以看这部电影 她说芭比是拍给所有的观众看的电影 芭比的剧情属于高度机密 不过预告片与访谈中似乎透露出了一些讯息 芭比与肯尼约会的时候 芭比问要去肯尼家做什么 肯尼说我也不知道 真人版芭比电影中 肯尼似乎对于老师被标签为芭比的男朋友 而充满了阴影了 所以就有一句对白就是说 I'm always number two 就我永远就是老二 这被摆在第二位的 还有一个预告是说 肯尼去那个急诊间啊 然后问说要找医生 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女医生 那医生就说我就是医生 感觉出来在电影里面是要去打破蛮多刻板印象 甚至于在自己嘲弄芭比娃娃 然后也有一些像是芭比已经有意识了 然后去对自己的生存有的一些怀疑 然后就去甚至去质疑说自己的世界是否是真实的 就有点像是楚门的世界 好像怎么有一种那种哲学性的思考在里面呢 看得出来这部片子也是要把芭比拍成歌舞片呢 因为有各种那个80年代的怀旧的那种舞蹈 然后也有很多大量的就是怀旧的disco的音乐 Dualipo演唱那个主题曲 Dance the Night 在预告片中就是很悲催了 说自己永远都被摆在第二位是number two了 那肯尼的诞生似乎为了要衬托芭比了 这样这个这个蛮有趣的这个plug 就是华纳一直也都没有释出 直到最近的耶 就是一些访谈当中你可以去 看到了一些端倪啊 那以来芭比娃娃 她一定是会有很多争议的 因为之前看那个X机的介绍 就说因为芭比的诞生呢 原来她的那个前身是成人娃娃 难怪这么多的争议在那里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X机那部片子 我也就这边就不赘述了 但是主要就是因为 芭比常常有很多自认为政治正确 比方说就是教导怀孕啊 然后控制体重啊 然后在外加她的前身是一个 是一个性爱的成人娃娃 所以她就有很多争议 但是从迪士尼的拍小美人一的转型 然后到华纳电影呢 似乎也想要去为所谓的 我们的一个儿童电影呢 就是这种拍给何家观赏的电影 应该要怎么拍呢 都有一个会有一个自己的醒思在那里了 然后也会有一些编剧 也可以感觉出来都有做了一些调整 我一直都觉得男生穿粉红色 还蛮性感的哦 反而一点都不会很娘 然后也不会有那种很 就是太女性化的感觉了 线路宽广的雷恩·葛斯林 她是从童星就开始出道 那加拿大的Montreal 在那个The Mickey Mouse Club上面的舞台 就开始宰歌宰舞台 她绝对有当抖音网红的实力 雷恩·葛斯林接拍芭比的片酬 为1.2亿美元 因为她说看到女儿的肯尼头像下的倒在玻璃杯中 因为她拍了照片 然后寄给那个马格罗比 她就说她决定可以接下肯尼的角色 实际上她的戏路上蛮宽广的 她演过《影异杀手》里面的生化电子人 《末日杀神》里面的 有点恋母情节的变态 然后在《熟男行不行》里面 她又是化身为一个PUA的高手了 这部电影她是一个渣男 但是在《La La Land》里面呢 她又是一个溢网情声 雷恩·葛斯林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跟天分的演员 因为她在接拍《La La Land》的时候 一个月内就学会弹钢琴 然后为了演出手扎情缘呢 她还学会做木工 就是她会自己做出餐桌 有一个她的粉丝 就是把她不吃玉米片的一个迷因呢 就是把她过去的所有的片子都剪在一个片子 就是雷恩·葛斯林不吃玉米片 然后就在YouTube上面爆红了 那后来这个粉丝过世了 那雷恩·葛斯林的影片留下来 还有一个就是蛮有趣的 就是雷恩·葛斯林 她跟同样是来自加拿大的男星 Ryan Reynolds 她名字很类似 然后两个人的外形也很像 常常就是让人傻傻就分不清了 不知道说到底是不是同个人 而且把两个人的电影也都混在一起了 这部电影 芭比似乎会去颠覆很多 大家对于芭比娃娃的刻板形象吧 而且蛮有趣的就是 在疫情过后 也有很多所谓的男性主义抬头了 所以男性主义就是 就男性主义者的说法了 因为我也有收集一些资料 是有一些 我之后会整理再做个影片 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讨论 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然后男性主义 还有包含就是男性的角色 就是男性是不是一定要变成一个 就是在外面打拼的一个形象 然后就是女性就是要待在家里 因为其实说到两性平权呢 其实像这样子的刻板印象 似乎也该被打破 所以这也就是为何 芭比现在好像也要打破这种 刻板的两性印象呢 就是把Rain Gresselin就设造成一个 永远是No.2的肯尼 就活在这个芭比的阴影底下 因为她的身份就只是芭比的男朋友 蛮有趣的 我也许会去看 因为虽然我不喜欢芭比 就身为一个芭比娃娃的hater 但是我可能是会为了 她里面的80年代的 怀旧的disco音乐元素 然后还有就是包含她整个场景 有很多设计师跟建筑师在讲 因为她有种复古元素在里面 她的家具 然后包含她塑造出来的世界 反正我的结论呢 她是It's a dope 也许她就是像这个小丑女 玛格罗比讲的 她是拍给所有观众看 不只是儿童的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那你觉得你会去看芭比吗 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谢谢收听收看 拜拜 拜拜